夫妇整日沉迷赌博 可惜手气太臭 一次也没赢过 看到隔壁大叔营的盆满钵满 学人家去睡棺材板 美名曰西财气 殊不知代价有多大 阿友和阿如是一对赌鬼夫妻 因为烂赌还手气差 两口子的生活越来越拮据 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可即便如此 夫妻二人也没有悔改 依旧做着有朝一日走上红韵的美梦 这天输光前的两人看到隔壁老熊营的盆满钵满 这个老熊平时可是出了名的手气背 今天怎么咸鱼翻身了 夫妻俩十分好奇 好友七哥告诉他们 老熊是使用了毛山鞋术 吸了棺材器进行转运 除此之外还可以养小鬼 越凶的鬼就越灵 夫妻俩听完心痒痒 不过七哥告诫二人 这样做会短命的 让他们千万别碰这东西 可夫妻俩不这么想 他们觉得要是有钱花 就算短命又有什么关系 为了偷学到转营的方法 两人一路跟踪老熊 来到了荒郊野外的一座废弃义庄 阿如害怕的腿软 阿友让他坐在外面等自己 并交给他一道护身符 接着一个人走了进去 此时门口吹来冷风 将阿如的符吹得掉在地上 正当他准备去捡的时候 符咒又被吹进了香火台下 阿如紧张的靠近香火台 却在桌底下遇见了老熊 原来老熊一早就发现了 自己被跟踪了 得知二人只是想吸财气之后 立马告诉了他们方法 让二人和他一起躺在棺材板上 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去赌场保证脱胎换骨 阿如却因为害怕一直睡不着 半夜他让阿友陪自己上厕所 这时一旁的棺材突然打开了 二人害怕的赶紧闭上眼睛装睡 从棺材里跳出一只僵尸 僵尸蹦着靠近老熊 并吸走了老熊的洋气 很快轮到了他们 为了不被吸走洋气 阿如一直憋气 谁知阿友那边 突然钻出来一只老鼠 阿友受到惊吓坐了起来 这下俩人撞不下去了 只好一拳打中僵尸跑了出来 半路遇到了两个警察 他们把僵尸的事告诉给警察 可警察不信 这时老熊带着两个手下出来了 随便搪塞就把警察糊弄走 老熊说他俩错失了良机 财气就是要靠僵尸度给他们的 二人一听十分悔恨 当即要回去继续 但已经过了时辰 僵尸今晚不会再起来了 两人左右瞎搞 一不小心却把僵尸的脑袋拧了下来 折腾了一晚上的夫妻二人无功而返 这时二楼的一间空房 突然滚出一枚硬币 据说那里曾经住着一个舞女 因为得了疯病最后自杀 现在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凶宅 好赌的夫妇二人为了转运 决定进凶宅养小鬼 却不知厄运即将开始 半夜几人溜进凶宅典香祭奠 召唤舞女的鬼魂回家 很快房内发出一阵响动 原来弟弟躲在房间假扮女鬼戏弄他们 却不料遇到了真的女鬼 女鬼附在弟弟身上走出来 直到女鬼现身 两人立马和他谈判 女鬼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但他们每天赢的钱 必须在第二天七点前用完 不许扔掉也不许送人 否则呢 他就要其中一个人的命 两人一一答应下来 接着和女鬼握手前顶契约 那之后夫妻俩果然开始转运 每天赢得盆满钵满 献傻旁人 他们穿上了名牌衣裳 吃起了高级鱼翅 甚至还做起了膳食 这天阿友瞒着阿如 藏了七万块在身上 背着他去了某高级夜总会 谁知一不小心中了一百万 眼看着天要亮了 就在他们头疼的时候 突然冒出一个打劫的小伙 几人开心的把钱双手奉上 吓得劫匪扔下刀跑掉了 终于甩掉烫手山芋的几人 高兴的回家 路上遇到一个警察 警察看到几人拿着刀 以为是坏人 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 却意外在警局撞见 刚才抢劫他们的小哥 就这样 一百万又回到他们手上 此时距离七点 只剩下一个多小时 为了尽快花掉一百万 几人找到一家博物馆 打碎里面的文物 总算在七点前 把所有钱花光了 可就在几人 刚松一口气的时候 阿友却发现 他身上还有一枚硬币 这下完蛋了 夫妻俩自从养了小鬼后 虽然一夜暴富 可惜钱不能过夜 否则就会招来厄运 他们立马去找好友七哥求救 七哥给他们几件神衣穿上 这样女鬼就看不见他们 接着七哥开始做法 很快女鬼来了 七哥被吊灯砸中 瘸了一条腿 很快就被发力高强的女鬼打死 女鬼继续上楼 但因为他们穿着神衣 女鬼看不见他们 弟弟用瓶子丢下求救纸条 被两个警察捡到 可谁知警察一来 就脱掉了他们的神衣 还把他们靠在了冰箱上 发现女鬼后 警察就跑了 正好给了女鬼机会 就在女鬼即将对阿如下手的时候 一个大师及时赶来制服了女鬼 但他们答应女鬼的誓言 绝不可以反悔 不然就破坏了魔戒的秩序 大师替他们和女鬼谈判 最后约定他们和女鬼进行赌博 要是女鬼输了 女鬼就自行魂飞魄散 要是他们输了 就要喝下一杯毒酒 以防女鬼作弊 大师把他的魂魄压在铃铛下 很快赌局开始 大师是第一个输掉的人 喝下酒后很快倒地而亡 第二盘 弟弟输了 弟弟也成功领了盒饭 第三局 为了成功赢过女鬼 俩人打紧了老千 却被女鬼发现 阿友也下了剑 最后只剩下阿如和女鬼 这次阿如终于赢了 但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让女鬼魂飞魄散 就在这时 大师阿友和弟弟出现了 原来他们提前吃了解药 几人合力制服了女鬼 最后女鬼魂飞魄散 他们终于逃过一劫 故事结束 《仪式好命》上映于上世纪90年代 和当时的许多香港电影一样 极恐怖与幽默于身 吴君如和卢冠婷这样的喜剧标配 也为电影增添了不少色彩 同时故事也告诉我们 不要贪恋不属于我们的钱财 如果说用生命做为交换 给你大富大贵的生活 即使只有那么一天 大概还是有许多人愿意的 但今天这个故事 或许会让你改变想法 因为用不正当手法 得到的东西早晚都会还回去 一切交易都会有代价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